三藩市疫情下的感恩節 民眾如何慶祝呢 今天就是感恩節 和今年大多數的節日慶祝一樣 都受到疫情的影響 那今年的感恩節慶祝活動 會有什麼不同呢 在三藩市唐人埠 今天出來戶外用餐的民眾 並不少 很多民眾 大代世代禁令飯家 有民眾表示 今年的感恩節沒有往年那麼開心 盧先生說 今年將一架四口在家煮食慶祝感恩節 因為子女在另一個城市 而要自己在家慶祝的Anna就說 雖然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 強烈建議民眾避免在感恩節旅遊 今年旅遊的人數減少了60% 但是感恩節的前一天 仍然有超過100萬人通過美國機場的安檢 三藩市的民眾有什麼反應 好像不來 很害怕 而一直在節假日都有旅遊計劃的民眾就表示 在疫情期間 民眾為慶祝感恩節做準備的同事 商家企業的生意又會怎樣呢 但是受到疫情的影響 趙老闆表示 與往年相比還是撐了三分之二 感恩節過後 接下來就是到瘋狂購物的黑色星期五 今年各大購物廣場和零售商 根據公共衛生指引限制店內容量 並將縮短營業時間或者關閉門店 但是對民眾的購物並沒有影響太大 據統計 全國已經超過1700萬新型肺炎感染病例 有26萬人死亡 昨天的報告指出 過去的一個星期 平均每天就有17萬新增個案 比前兩個星期增長了38% 面對疫情的激增 今年的感恩節 民眾明顯減少了外出旅遊和集體聚餐 天下衛視記者李嘉儀報導